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发明了一种被称为跑步机Lofmaskine的装置 这是一种没有踏板的两轮车 骑乘者需要用脚推地来前进 这种装置后来被称为德莱斯车 Drazin是现代自行车的雏形 随着时间的推移 自行车经历了多次改进 最重要的改进之一 是踏板的引入 1860年代 法国人皮埃尔 米肖 Pierre Michaud 和他的儿子欧内斯特 Ernest Michaud 在前轮上安装了踏板 这使得骑乘者可以用脚踩踏板 来驱动车轮 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 然而 早期的自行车 并不如现代的自行车那么稳定 19世纪末 英国工程师约翰 肯普 斯塔利 John Camp Starley 发明了安全自行车 Safety Bicycle 这种自行车 具有两个相同大小的轮子 和链条驱动系统 极大的提高了 骑乘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现在回到这个笑话 魏石膜自行车总是很累 因为它们有两个轮子 这个笑话的幽默之处 在于降累这个词 与轮子联系起来 制造了一种双关语的效果 事实上 自行车的两个轮子 正是其稳定性和效率的关键所在 两个轮子 使得自行车能够平衡 并且能够在各种地形上行驶 此外 骑自行车确实需要一定的体力 特别是在上坡或长途骑行时 这也许是魏石膜 我们会觉得 自行车很累的原因之一 不过 正是这种体力消耗 使得骑自行车 成为一种极好的运动方式 有助于增强心肺功能和肌肉力量 总的来说 自行车的两个轮子 不仅是其设计的核心 也是其稳定性和效率的来源 这个笑话虽然简单 但背后却有着丰富的历史 和科学知识 希望这个小故事 能让大家在笑声中 学到一些有趣的知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魏石膜灯泡总是很亮 因为它们有很多瓦特 哈哈 这个笑话真是妙趣横生 魏石膜灯泡总是很亮 因为它们有很多瓦特 这句话不仅仅是一个双关语 还能引发我们 对电学和历史的思考 首先 让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灯泡的亮度确实与瓦特有关 瓦特 瓦特 是功率的单位 表示每秒钟消耗的能量 对于灯泡来说 瓦特数越高 消耗的能量越多 发出的光也就越亮 这就像是灯泡在说 嘿 我有很多瓦特 所以我很亮 这个笑话的幽默点 就在于把瓦特这个专业术语 用在日常对话中 让人会心一笑 接下来 我们来聊聊灯泡的历史 灯泡的发明 可以追溯到19世纪 当时的科学家们 都在竞相研发 更高效的照明方式 最著名的 当然是托马斯 爱迪生 Thomas Edison 他在1879年 成功制造出 第一个使用的白赤灯泡 爱迪生的灯泡 使用碳化竹丝作为灯丝 能够持续燃烧1200小时 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突破 然而 爱迪生并不是唯一一个 在灯泡领域 做出贡献的人 约瑟夫 斯万 Joseph Swan 在英国 也几乎同时 发明了类似的灯泡 两人最终在1883年 合作成立了爱迪生 和斯万联合电灯公司 这也许是历史上 最早的灯泡联盟吧 再说回来 灯泡的亮度 不仅仅是瓦特数的问题 还涉及到光效 Lominus Efficacy 及每瓦特电力 能产生多少流明 Lominus的光 现代的LED灯泡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它们能在消耗 较少电力的情况下 产生更多的光 这就是喂食膜 我们现在的灯泡不仅亮 而且还节能 所以 当我们说灯泡 有很多瓦特时 不仅仅是在开玩笑 还是在向那些 为我们带来光明的 科学家们致敬 毕竟 正是他们的智慧和努力 让我们的生活 变得更加光明和便利 总结一下 这个笑话不仅让我们哈哈一笑 还让我们回顾了灯泡的科学原理 和历史背景 灯泡之所以亮 是因为 它们有瓦特 而我们的生活之所以光明 是因为 有无数科学家的智慧和努力 希望这个小故事 能让你在笑声中 学到一些有趣的知识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魏石魔石中总是很准时 因为它们有很多秒针 哈哈 这个笑话 真是妙趣横生 魏石魔石中总是很准时 因为它们有很多秒针 这句话表面上看似简单 但其实背后 蕴含了不少有趣的知识 和历史故事 首先 我们来谈谈 石中的准确性 石中的准确性 其实是人类智慧 和技术进步的结晶 从古代的日轨 水中 到现代的机械中 石英中 甚至是原子中 人类一直在追求 更高的时间测量精度 这些石中的发展过程中 秒针的出现 确实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秒针的出现 可以追溯到17世纪 当时 荷兰科学家克里斯蒂安 惠庚斯 Christian Huygens 发明了百中 这是第一个 能够精确测量秒的时钟 百中的摆动周期 非常稳定 使得时间测量的精度 大大提高 惠庚斯的发明 使得秒针成为可能 从此 人们可以更精确地测量时间 然而 这个笑话中的很多秒针 其实是一个双关语 它既可以指 石中上那根不停转动的秒针 也可以理解为 石中内部的精密机械结构 现代石中 特别是石英中和原子中 内部有许多精密的元件和机制 这些元件共同协作 确保石中的准确性 石英中的原理是利用石英晶体的压电效应 当石英晶体收到电压时 它会震动 这种震动非常稳定且精确 石英中内部的电路会计算这些震动 并将其转换为时间显示 这种技术使得石英中的误差非常小 每天仅有几秒钟的误差 而原子中则更为精确 它利用了原子跃迁的频率来计时 原子中的误差 可以小到每百万年 仅有一秒的误差 这使得它成为 目前最精确的计时工具 原子中的发展 对于全球定位系统 GPS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 至关重要 所以石中之所以准时 不仅仅是因为 它们有很多秒针 更是因为 人类在时间测量技术上的 不断追求和创新 这个笑话虽然简单 但背后却蕴含了 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历史故事 希望这个解释 能让大家在笑声中 对石中的准确性 有更深入的了解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了 几个有趣的笑话 从自行车到灯泡 再到时钟 每一个笑话背后 都蕴含了丰富的历史和科学知识 让我再简要总结一下 一 自行车笑话 自行车的两个轮子 不仅是它稳定性和效率的来源 也是历史不断改进的结果 这个笑话利用了双关语 让我们效忠有学 二 灯泡笑话 灯泡的亮度 与瓦特数密切相关 而这个笑话 也让我们回顾了灯泡的发明历史 和科学原理 三 石中笑话 石中的准确性 源于精密的计时技术 从百中到石英中 再到原子中 每一步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 这个笑话 利用双关语让 我们思考了秒针的重要性 透过这些笑话 不仅让我们哈哈一笑 也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 学到了不少知识和历史背景 科学和幽默的结合 真是一种奇妙的体验 希望大家都能享受这些有趣的小故事 也欢迎大家分享你们的看法和问题 你们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 我们下次再见了 记得保持好奇心 笑口常开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 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请不吝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